大家好,今天我们会讲一讲波斯尼亚危机 我们讲了一战的近因,上一次有两次的波罗国危机 其实夹杂着两次的波罗国危机,在1908年有一次叫波斯尼亚危机 你就看一看波斯尼亚在哪,波斯尼亚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就在奥匈和塞尔维亚的旁边 所以其实两个国家,奥匈和塞尔维亚都很想拿到这个地方 事源是怎样的呢?其实早在1878年有一条条叫柏林梅尔 其实是有些恩友的,不过今天在这里我不多说了 1878年帕林梅尔本身波斯尼亚就是佔有奥匈 但其实它是负责做管治的,最终的实权 即是主权仍然在奥图曼帝角,即是土耳其 所以主权仍然在土耳其,但奥匈可以做一些管治 但1908年突然之间奥匈不想只管治这么简单 它是想取得主权,主动吞拼了波斯尼亚 如果你是塞尔维亚,现在很生气 无端端拿了波斯尼亚,主权不在理 所以塞尔维亚就反击了 为什么塞尔维亚想取得呢? 看看看看,塞尔维亚作为斯拉夫人 在斯拉夫里面最大的民族 其实它想佔领或者统领巴尔钢半岛 所以它想将波斯尼亚置于自己的管治之下 而且它主要来说,它想取得一个出海口 我圈底要在这里,这个叫做亚德尼亚海 我的亚德尼亚海,其实塞尔维亚在里面 如果它要去出海口,最近就是这个 所以其实它很想取得到 当它取得到的时候,无论它在经济层面 或者是在运送一些军备的层面 运送一些士兵的层面 都能够方便得多 所以其实它就规于这块土地 波斯尼亚 好,但是呢 但是呢,问题来了 那奥空吞併了 塞尔维亚能不能够还击呢 本身是能够的 但是为什么不还击呢 就是因为奥空背后一个很强劲的后盾 就是德国 德国决定去干预这一场 一触即发的战争 它就支持奥空去吞併波斯尼亚 那塞尔维亚也不执书的 其实它会找谁呢 找回自己的大佬 俄罗斯去帮忙的 但是俄罗斯 你要想一想 俄罗斯其实经过1904年的日俄战争 有机会双了一个元气 而且加上德国呢 帮忙 俄罗斯请一请计算 俄罗斯加瑟比亚 够不够奥空和德国打呢 好像不是很够 那结果怎样呢 结果就退让了 俄罗斯这一边就退让 那就更改1878年的帕林会议 这次就无可避免地 给了奥空去吞併波斯尼亚这个地方 在排面上奥空其实是赢了这一场仗 虽然真的没有打过仗 但是在排面上 是输了波斯尼亚的地方 塞予云亚 那奥空是赢了的 那结果呢 其实在一些反奥空的情绪 在塞予云亚经常出现 例如一些秘密组织 例如黑手党 这也是造成我们之后 塞拉耶佛暗杀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持份者 那开始在塞予云亚 就有很多秘密组织 暗杀组织 可以出现 去反奥的 主要来说 这个就是 沃斯尼亚危机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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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